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 是這個防水泡 動魚 西里河里 紫蘭等你 大家好 我是詹之筆 我們今天來到宜蘭 然後跟我們好朋友 信翰一起來釣魚 那因為到宜蘭的魚種 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今天總共帶了 三把幹子來 拿三把勒 一把是一號幹 一號幹是花小龍DIY自己做的幹子 然後另外一把就是 二號幹 麥凱斯的二號幹 再來第三把就是 麥凱斯的 旅行幹 六號幹 那為什麼會釣到六號勒 六號的話就是 大型魚可以釣 中型魚也可以釣 捲仔啦 鯉魚啊都可以釣 那二號幹的話就是 我可以釣一下 中型魚 甚至於小型魚 那如果今天是要釣到 比西哥還要小的 那種小型魚的話 我就會用到一號幹 那為什麼一號幹 雖然我沒有拿麥凱斯的 因為我沒有拿麥凱斯的一號幹 我只有花小龍的一號幹 那我之前有跟麥凱斯建議說 他們要製作一把一號幹 但是不是六尺的 我希望是有到七尺 這把是七尺六到八尺 所以我今天是帶了 花小龍DIY做的這個幹子 現在來的點是在羅東 那我們準備來組裝 開掉吧 組裝好了 那現在用的是一號幹 搭配 二號線 多一號是沒關係的 因為我今天只有帶一顆 二號的捲線劑跟六號的 然後用一號幹 二號幹 六號幹 那我們使用的是兩枚毛溝 一枚洛蟲 一枚青苔 那來這個大牌是準備 釣看看有沒有什麼魚種 蝸蟲啊啦 泰國劑啊等等 我們看一下環境 有鎖啊 我用輕輕拖的它就鎖了 偷偷偷偷咬不到 可能我鉤子有點大 我大概再換一下小一點的 蛤 對啊 我可能下面這一溝太大了 對啊 那個太大了 我現在把它換小一點 上面那一溝還好 上面那一溝連絲 我看到用西哥的耳看看 它水比西哥還小 我用字機弱頭看 可以啊可以 咖啡色它就一次了 剛剛有鎖啊 我剛剛有鎖蠻多士都沒 沒割掉的 OK 這麼小隻啊 沒空啊 西哥 胃脫鱼 胃脫鱼 應該是帶我去的 這個地道應該是 剛好有錄到 還蠻大的 是雞尾漏蟲 現在要幫我拍一下好了 介紹一下毛鉤是用這個16號的 16號的釣西哥用的鉤子 泰國際的嘴巴比較小 所以下面這一鉤才咬到 我們進去努力 那一隻喔? 烏龜吧 最後兩竿不咬你就要換點 水太鎚了 必須要拉出速度水波 雨才會上來吹 他看不到 好最後一竿 會不會最後一竿種魚 來宜蘭的好處就是 釣點超級多 那我們剛剛在這個第一個釣點 我們已經有釣到一隻泰國裡 不是泰國裡 泰國際 然後還有一隻西哥 那先安說 今天的水色太鎚了 因為昨天午後雷陣雨 好想說換另外一條西 輕一點的 那水鎚的情況之下 通常魚也比較不容易看到毛鉤啦 因為我們這個毛鉤沒有味道 那如果說水鎚的情況之下 通常是要利用這個聲音來吸引魚 所以呢可能用打水錶的方式 或者是用這個快速收線的方式 讓毛鉤在水裡面產生波動 那魚就會覺得有東西在竄逃 那我剛剛那一尾泰國際就是這個原理 就是說 我雖然用的是致雞尾弱蟲 但是我不是自然飄中的 我是在飄直之後 我快速收線 那致雞尾弱蟲 它就變成 有在水中產生這個波動 然後 泰國際就會去追去搖 雖然說致雞尾弱蟲 我們通常是用慢慢收的方式 可是今天我們可以反向來 我們可以快收 產生波動 讓泰國際去發現 不然的話水這麼濁 你怎麼奢望魚 能夠看得到這個我們的毛鉤呢 尤其它又是沒味道的 好我們換點吧 天氣還是熱 現在已經八點了 我今天早上原本跟信翰約 早上五點半到宜蘭 結果自己的鬧鐘沒響 睡到六點多 然後我七點多才到 剛剛在那個第一個掉點 掉了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現在決定換點了 宜蘭的路非常的多 水非常的多 所以基本上到處都可以掉 不過有人帶路的話 效果會好一點 就是省去了探路的時間 那現在我就跟著信翰約 要去準備第二個掉點 來走 GO 新漢中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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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魚了 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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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不錯喔 OK 又是烏鍋魚 又是烏鍋魚 我們介紹一下 它這個地方是用 這個 一般的我們的防水袋一樣的原理 它是用這樣子對折放進去 那裡面呢 有兩個拉鍊 可以放一些比較 你可能怕不見得鑰匙啊 什麼東西都可以放進去 然後它弄好之後 它對折 然後再把它吸起來就可以了 那旁邊這邊可以用一個背帶 背帶我現在沒有弄起來 那前面這個地方是用吸鐵式的 它是吸鐵的 那這個錢袋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我現在就放了兩個毛孔盒 那之前我的防水袋是沒有這個錢袋 然後它這個蓋子這邊還有一個 小的塑膠袋可以讓你放零食 放一些小東西 然後 這邊可以讓你掛東西的 像這裡有個掛鉤 可以讓你掛一些像 手撈網啊 或者是 直線捲啊 這些東西 那旁邊這邊可以放 水壺 這裡也可以放水壺 那這個來講 整體還算不錯 但是我覺得它比較需要改進的地方有兩個 就是前面這個地方 基本上沒什麼掛鉤 它這邊應該再做幾個掛鉤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掛鉤 那如果它有的話 我這樣就可以掛 前面還可以掛東西 那第二個缺點是底部 它底部 如果也可以做那種綁帶啊 那我就可以把竿子塞進去 然後綁緊 如果它這兩個都能夠再改良的話 我覺得包包很好 因為防水性很高 然後背起來也是還蠻舒服的 好 好 怎麼都覺得有碁一樣 哈哈哈哈 都無光魚耶 奇怪了 原來是 一箱裡 套餘 拿回去吧 群星 叫我吃瓜 我真的被删的 他送你 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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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牠去吧 種魚了 啊 我啦 我如果是 種魚都是無鍋魚啦 因為無鍋魚會吃這個 鱸蟲啊 好 第二個釣點 我全部都釣到無鍋魚 沒有其他的魚種 那現在有釣到一尾泰國際 那今天的搖礦 他說沒有之前的好 可能就是水太濁 連剛剛這條溪也是蠻濁的 然後 搖礦就有點差 那我們現在換到第三個釣點 到達了 那第三個釣點 必須要用這一把溪化乾 那我們就用這一把吧 東西直接放這邊 因為就在旁邊而已啊 來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用的毛鉤 這是使用的毛鉤 使用的毛鉤是這個 好 釣海田用的 要再度換點啦 第三個釣點本來要往海田的 結果呢 那邊有放一些圍網子去弄浮平的吧 然後前幾天可能有弄浮平 魚也都下光了 因為剛剛岸邊很多撈起來的這個 水浮龍啦 對 水浮龍不是浮平 所以 魚都沒有 那我們現在去最後一個釣點 那我早上這個六點出門 七點到宜蘭 然後 釣到現在是十點左右 所以大概是三個多小時 那 現在換的釣點是第四個釣點 第四個釣點釣一釣就差不多了 我大概中午以前一定要離開 因為來伊蘭最怕的就是這個雪碎灰塞車 所以我們現在前往第四個釣點 那今天釣礦是真的不好 很差 那原則上還是有魚啦 那我們還是會把影片播出 因為這畢竟是我們個人這個釣油的紀錄啦 要最真實的紀錄我們的釣礦 不要說大搖的時候再PO 然後感覺我們很厲害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會釣得很難過 有時候甚至都打龜 不過FLY打龜的距離真的是很少啦 好 那我們繼續去第四個釣點 GO 這個點一樣是釣海蓮 所以我們用的桿子 依然是略化桿 然後線的話我沒有用劍縮啦 我直接套零的啦 就是直接用五號線而已 因為這個海蓮不太需要注重落水 最主要還是在毛鍋在水裡的表現 我們再走過去一點就來釣吧 我先掛長啦 我車要給我摸 我要回家了 衣服都已經換乾淨的了 然後今天總共去了四個釣點 咬礦真的不好 信誕說平常不會這麼不癢 有時候釣魚就是運氣運氣啦 但是也是沒有龜啊 有釣到泰國際五過魚很多 西哥一尾 然後最後一個釣點海蓮呢 今天用亮濕的比較會癢 但是它因為太陽很大 所以它沉到很底部 那我的都是小魚毛鍋沒有加童豬頭 所以我就是亮濕的全部都沒有加 所以我就變成只能用一個 童豬頭 其他深顏色的讓它沉下去 然後去釣 它還是有咬 但都沒有咬到 我們下次就會綁一些這個 啞鈴眼的這個亮濕的小魚毛鍋 或者是恰里毛鍋來釣它 那我們有機會還會再來宜蘭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還有看通知 掰掰 我們下次見